姬千千啊 姬千千 我雇你来是保护我儿子的 不是让你来勾人的 我没有 阿姨 我 我跟姬千千清清白白 她只是我的保镖而已 你一个什么都不会干的废物 还要请什么保镖 这家里的保镖还不够多吗 请个废物 吃白饭 妈 怪我 我看顾千千身手不防 还能给私民治病 所以 你给我闭嘴 都是你引狼入室 这件事和我妈和谦谦都没有关系 公司既然出了问题 我会处理好的 你能处理什么 要不是你爷爷 非要把这些都叫你来继承 你大伯和你爸爸坐下来的江山 会毁在你的手里吗 奶奶 这么多年 就算我生病 我也坚持处理公司的事务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就应该承担责任 如果你觉得累 你就让位吧 就是 我看堂哥的身体 现在也并不是很好吧 而且现在的心思都在这个乞丐身上 奶奶 就让我来吧 我 齐老夫人 你们这一家的说话 未免也太难听了点吧 这是我们齐一家的事 还轮不到一个乞丐来指手画脚 妈 你消消气 大伯母 到现在你还要护着你儿子吗 师姐 你别这么说市民 市民从小乖巧懂事 我知道他做事自有分寸的 那大伯母的意思 是我在挑拨离间吗 不是的 我不是这个 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梁氏集团的总裁 已经给我来过电话了 他说 只要娶她的女儿梁牧雪 她就能让我们齐一家 度过难关 下个月 就举行婚礼 什么 梁牧雪今天要嫁给我哥 说好了要帮我的呀 娶梁牧雪 不行 这可扔不到你一管 奶奶 婚姻大师我想自己做主 为什么非要搞家族联姻那一套 梁牧雪 为人刁蛮跋扈 并不是我心目中的妻子人选 七四明 你看你这样的身体 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 应该娶一个女人啦 有个老婆好照顾你 再说 梅浊之言父母之命 这婚事可由不得你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这些年你身体又不好 这边连个女的都没有 如今人家在一嫁给你 你就不要再超三减四了 奶奶 不 奶奶 既然唐哥不愿意为家族处理 我愿意啊 我可以为家族做任何事情 我也可以娶梁牧雪啊 哎呀 早了晚了 这婚言大事是沈亿雨说要去就能娶的吗 你们 你们都是给我添乱 你们是要气死我 这梁家的小姐 你娶也得娶 你不娶也得娶 奶奶 公司既然出了事情 我会想办法处理好的 但是我绝对不会娶梁牧雪 嫂子 奶奶 奶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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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